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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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中国共产党业条 潜部队在东北建立根据地 东北问题 中苏关系 中共问题等 都成为时局焦点所在 对苏政策变得更为重要 身为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的孙科 在国民党内一项以自由派 民主派的形象著称 他一再提醒讲解时 中苏接染万里 苏联的最终目的是行共产主义 我们如果取反共立场 当然人家要当心我们 以为反共就是反苏 他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中共问题 以便争取苏联在东北问题上 与国民政府合作 他呼吁 今后我们要建国 唯一的条件 是需要与我们的盟邦苏联亲善 国内问题只有用政治方法求解决 不能用武力解决 孙科与孙中山孙科公开 呼吁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反对党内战 引起蒋介石的强烈不满 蒋介石在日记中指责孙科污蔑政府 与中共合作 以何人为后盾 意图夺取国府主席 1945年11月 孙科在未得到批准的情况下离开宠庆 前往南京 并欲望上海 鉴于之前在一些问题上 孙科与蒋之间正见不合 对此已经出现谣言 说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部出现分裂 因此 绝对不能让孙科赴护 以免引起误会 此外 抗战胜利后 中共和国民党为组建新政府 而找开的政治协商会议 出定于20日左右开会 国民党必须在事前有所准备 不能有任何疏漏 因此在11月12日 蒋介石特地派遣国民党中央秘书长 吴铁城城专机赶赴南京 力劝孙科返回重庆 奉蒋之事 吴铁城与孙科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 请他回重庆商议 孙科表示 对中共问题 他素来主张以政治解决 不应用兵 现代军人方面以摩拳擦掌 准备以军事解决 他即使马上回去参加会商 也无济于事 所以他决定先赶赴上海 四五日后即回重庆 如果中央不信 尽可派几个特务人员跟着他行动 吴铁城对孙科说 蒋伟 原厂也知道佣兵不利 因此请孙科回去相商 孙科答复说 如果不用军事解决 他可以回去开会 但要先去上海 再回重庆 吴铁城劝孙科先回重庆开会后再行赴户 孙科没有应允 当晚 南京县兵司令张震和军统局长 代理发电报给蒋介石 汇报了吴 孙谈话的情况 并且向蒋报告 他们已告诉吴秘书长 无论如何 明日必定设法送孙科回重庆 已留了一架中航的飞机在此停后 收到电报后 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气得大骂孙科 俄共对本党如此武蔑逼迫之忠 而孙科版是我军人剿匪之飞 是书为总理家族忧悲也 蒋介石担心吴铁城劝说无效 又特意手输一封信 让吴铁城带给当年孙中山先生的侍从武官刘继生 希望刘继生能劝动孙科 没想到 孙科不为所动 仍然坚持要于14日前往上海 而后再回重庆 刘继生只能转告吴铁城 他担保孙科到上海后 三 四日后一定回重庆 吴铁城只是刘继生 必须完成蒋介石信中的嘱托 负责督促孙科于13日中午之前 最迟至14日早晨 必须动身返回重庆 刘继生当即于13日前往孙科住处再次劝说 孙科仍然没有答应 吴铁城只好亲自出马 再访孙科 13日劝说孙科的详情 仍由张震和戴力电告蒋介石 这下蒋介石可睡不着了 他在14日的日记中记道 今晨三时醒后 不能安眠 辗转三小时 考虑对东北 中共和苏联应采取什么策略 念之深处 忽悠想起孙科前行与应许之道 更绝痛苦不堪意 蒋介石认为苏联狡诈凶险 外内加工 几乎使他遍体鳞伤 再加上孙科不应有之悖逆 是真次 入我内心 使他不能专心对外 而又不得不着重于内部之运用 牵制强迫 莫此为甚 孙科善离重庆前往南京之时 正是东北问题最令想戒时头痛的时候 当时 由于苏军的阻碍 国民党的接收军队无法在东北登陆 国民政府的东北行影也很难进行接收工作 而中共部队已深入东北广大地区 在这种情况下 南京来电报告 孙科已被俄共诱惑 将往东北组织为政府已 比对人民言 两周后额在东北必有所表示 蒋介石难免会怀疑和担忧 相信这一切都有可能 同一天 张震和戴力也发来电报称 吴铁城与刘继生劝孙科 不要前往上海 君无效 孙科对吴铁城讲 亲苏即不能反共 反共即不能亲苏 孙科还批评道 自日本投降以来 一切仍均是中央集权 各地当局毫无权柄 所以弄了一团糟 孙科自己亲口对吴铁城说 两星期后苏联对东北必有所表示 还抨击中央集权 这怎能不让蒋介石确信孙科已了解苏方动向 并准备与苏联合作呢 见孙科去意已决 吴铁城认为再无法劝告 于是主张于十五日上午十二十座 又包下一班中央航空公司的飞机 事先与其长约定好 待孙科上飞机后 即直接飞回重庆 但表面上仍准许孙科 购买十五日飞往上海的机票六张 并由吴铁城陪通他付户 等到起飞之后 再由吴铁城告诉孙科 车架飞机是直飞重庆的 一切责任由吴铁城个人肩负 对于这样一个蒙骗加强迫的办法 吴铁城与张震 代理以及国民党陆军参谋长 萧毅等人进行了详细的探讨 商量的结果 众人一致认为 这个办法比向孙科出示蒋介石派消逸 阻止他附户的命令要妥当 这于中航飞机 则由张震和戴力负责交涉 妥行布置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